主播现在看到的画面是在南非约翰尼斯堡市中心 一处平民区的一栋五层楼建筑 不断有红色烈焰在燃烧 消防人员则是持续的在灌救 而目前最新统计这场火已经造成好几十人伤亡 而且数字恐怕还会在攀升 因为虽然大楼已经被疏散了 但是还不清楚里面还有没有人来不及逃离 所以搜救行动还在进行当中 有目击者则指出里面可能有多达两百人居住 而且火灾发生当下是31号的凌晨时刻 很多人都可能还在睡梦当中 至于当局表示这原本是一个非正式的住宅区 很多构造不是很完善 而且一度被废弃 但还是有不少人进去里面居住 进出民众比较难以掌握 而起火原因也还在调查当中 以上主播